台湾市普去知名度的兩家連鎖飯店 遭內部的員工檢舉說使用過期食材 其中甚至說部分食品過期兩年了 業者出面坦承疫情影響生意 導致原料囤積疏於管理 但也說絕對沒有使用過期的食材 衛生局三度稽查 已經將過期食品全部查扣 同時開罰四十多萬元 而爆料者認為衛生局泄密 地檢署也同時爭敗 飯店的冰箱和冷凍庫 堆放了相當多的食材 還特別規劃一個區域 作為過期食品綻放置區 幾個箱子也被貼上封條 這些都是衛生局三度稽查的 違規過期食品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那我們兩家酒店 其實幾乎等於沒有客人 在很多的食材就變成說 一直累積下來 在我們的冷凍庫裡面 那就因為我們真的是自己疏忽 疏於管理 業者表示受到疫情影響 旗下兩家飯店 其中一家歇業導致原料囤積 但遭到查扣的原料 除了過期三個多月的吐司 咖啡豆的有效日期早在2017年 作為啤酒凍的酒類 同樣過期超過兩年 時間早在疫情發生之前 但這些預期材料 現在都還被封存在冷凍庫裡面 並沒有拿給客人使用 內部員工爆料飯店違法 衛生局三度前往稽查 爆料者認為飯店並未改善 自己的身份還因此曝光 因此轉而向地檢署檢舉 也懷疑衛生局內 有人內神通外鬼 衛生局對於這兩家飯店 稽查三次 前兩次裁罰40多萬 第三次完成調查後 也將會依法重罰 至於遭檢舉人懷疑洩密 一切配合檢方調查 記者姚文華台南報導